这里先看右边的图 这是一个细胞膜上有一个受体 这个乙就是受体 所以这个甲一定是水溶性激素 因为代表这个水溶性激素 不会进入细胞里面 所以它在细胞膜表面就跟受体结合了 叫水溶性的激素 那活化之后就乙就接受了 就活化了饼 就是所谓的二级传递者 second messenger 二级传讯者 好那我们来看题目选项 第一题 甲是水溶性激素 冰高 对 因为它的受体在膜上 而不是在膜内 好那谁是第一传递者 就是甲咯 因为甲就是激素 激素就是first messenger 所以B是对的 所以AB都对 好那甲跟你之间有专一性 对呀 受体跟它的对象有专一性 只要是蛋白质参与的结合 比如说蛋白质当作酵素 它跟受质的结合有专一性 西方膜上的受体有专一性 还有什么 西方膜上的离子通道 跟离子有作用的 有专一性 所以蛋白质参与的反应都有专一性 而这个受体是蛋白质 当然就有专一性 所以C是对的 好在株选项 具有乙的细胞 就具有这个受体的细胞 就是这个激素的目标细胞吗 那当然合理了 你有受体 就代表这个细胞会对那个激素有反应 这个细胞就是那个激素的目标细胞 对呀合理呀 你有我的受体 你就是我的目标 我就会作用在你的受体上产生反应 所以ABC都都是正确描述的 好最后一个一 出在哪里 丙是二级传递者 没错 错在后面的动词 它是以这样子的蛋白质 催化而来吧 你有听过蛋白质分泌一种物质吗 没有吧 这个乙是受体 它本身 比如专一我们之前上课的例子 它可能是 那个腺肝酸环化酶 或叫Cyclic AMP 合成酶 它会促进 Cyc AMP的催化形成 所以它是催化而来 不是分泌而来 动词用错了 蛋白质不会分泌东西的 是催化 所以依识出来 这个动词使用错误 催化这个专用名词 是降低活化能的过程 所以它是催化 好以上第二题 还有问题吗 好第二题没有